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驴喂饭定时定点 他们自己有着非常准确的生物中 我们的记者带着浩浩荡荡的驴群 场面异常状况 他们究竟要去做什么 驴肉火烧经典有名气 但是驴肉火锅的尝试会让人惊喜吗 吃了透月里好又甜甜一样 清水河畔驴肥养奶鲜马上播出 敬请收看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现代社会在飞速发展 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也是非常方便和快捷 但是本期节目 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 很多人还沿用了传统的交通方式 在乡间小道上 我的同事明娜 会有哪些新奇的体验呢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大爷 您这车既环保又省油 还是商控的呢 娜娜 你看我的座驾怎么样 您这车呀 性能太好了 哎 特别舒适呢 哈 哈 哦 这哈就让它走是吧 对 那我去试试啊 哈 哈 它真的越来越快 那让停怎么说呀 还真停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是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的清水河县 那么自古以来 清水河就家家户户 养毛驴的习惯 那么这毛驴 作为交通工具和劳逸使用 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 清水河县 位于呼和浩特市南部 因陷阱有清水河而得名 即使在交通条件很发达的今天 毛驴在农家 依然被当作交通工具来使用 它被视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 在农户心中 有着难以取代的位置 在清水河县的乡间小道上 看到赶驴车 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清水河 毛驴车 这一路走来是新奇多 您要问我往哪去 就在前面那一坡 清水河县一直以来 不仅家家户户有养驴的传统 如今 养驴产业也在不断朝着 规模化方向发展 嗨 大哥 你好 刚才大哥在骑驴的时候 身手特别的敏捷 而且这驴骑得也是特别的好 大哥 您是蒙古族的吗 是 我看您身材特别的壮实 不过这驴我是不敢骑 那么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出于安全的考虑 建议我不要骑 因为这个驴对生人 还是有惧怕感的 怕它会受惊 我们来到的这个驴场 因为工作人员长期与驴相处 已经非常熟悉他们的脾气秉性了 骑驴对他们来说 反而成了工作中的乐趣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 他已经有十多年的养驴经验了 他就是高大哥 高大哥 您好 来来来 您好 我看咱们这个这么多驴 咱们养的什么品种的驴 这个是来自德州的乌驴 乌驴 驴如其名 对吧 它这个毛色是全身乌黑发亮 这个驴真的是高高大大的 眼睛也特别大 而且听说驴的耳朵是比较敏感的 对吧 就是它的耳朵 你看 不让摸 它一摸它的耳朵就会往后倒 对不对 乌驴作为德州驴的一个品系 主要产在黄河冲击平原 海拔较低 地势平坦 四草来源丰富的地区 乌驴正是参与咱们这个山东的德州地区 乌驴是属于我国的驴种里面 属于一种贴大型的 它是全身乌黑 没有白斑 外貌是美观 当时它内出事实验性很强 乌驴的养殖周期长 一般18至20个月初篮上市 成驴的体重可达320至400千克 乌驴肉质细嫩瘦肉多 屠载率可达53%到56 我发现就是咱们在这不动的时候 然后这些驴 我身后还有好几头呢 它们这些驴就是会主动地来贴近我们 对不对 乌驴生性温顺 并喜欢群居 对我们的设置组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心 只要有一头驴过来围观 一群驴便会聚集在一起 这是它向人们表达友好的方式 听到了吗 这会儿呢 是饲料车的声音 那么这个饲料车呢 开始给他们喂饭了 到饭点了之后 我们这些驴要陆陆续续地走进驴舍 开始吃饭了 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 乌驴知道即将要饱餐一顿 开始变得异常兴奋 抬着头 咧着嘴 发出像号角一样 逼尘洪亮的叫声 乌驴的一日三餐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定时定点头位 已经让他们有了自己的生物中 饲料车的声音 便是召唤他们最有利的信号 因为清水河是传统的畜牧大县 四草料资源和农作物接感丰富 粗丝料中的紫花木许 粗蛋白粗纤维的含量高 有利于促进乌驴肠道 有益菌群的繁殖 提高抗病力 骨草质地柔软 营养丰富 适口性好 气味芬芳的羊草等草料 都是乌驴非常喜爱的食物 高大哥 他们这个食物还很丰富 对不对 我看有这个玉米 还有这个豆粕 这个是腐皮 对不对 这个是油饼吗 是油饼 胡麻饼 胡麻饼对吧 经过饲料制备机的充分粉碎和搅拌 不但让乌驴容易咀嚼 而且饲料中的营养物质 与消化液的接触面积增大 提高了消化率 精饲料含水量少 粗纤维含量低 营养丰富 精饲料和粗饲料经过严格配比 这些优质饲料 为乌驴的健康生长 保价护航 屋驴饱餐一顿后 便回到眷舍外的运动场 休息 晒太阳 运动 放松 在养殖区域内 公驴母驴要严格分群饲养 干为严格的是 还要对它们进行分阶段饲养 我们现在想把这个驴头 这个驴舌转到下一个驴舌 你晓不晓体验这个转驴的过程 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转到下一个地方 它们不是待得好好的吗 这个呢 我们便于我们的收采管理 有后阶段的饲养 它的燃药浪度也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每个驴舍都有固定的年龄段的驴 然后它这个驴舍长大了 就要到下一个不同年龄段的那个驴舍去待了 我和高大哥要带着驴群转向下一站了 咱们这个驴是多大年龄段的呀 这个是两周岁的驴 一头驴一生要经历四次这样的转群 不同生长阶段的驴 在哺乳驴居 青年驴 育肥驴和成母驴 也就是代育时期的母驴 各个阶段所要求的四草料不同 营养成分也有很大差别 分阶段饲养 有利于为乌驴提供不同营养配方的饲料 以及生长环境 能一定程度上阻隔各种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有利于乌驴的生长 也有利于应对不同的市场需求 民间对驴肉的赞誉有很多 老百姓更是对驴肉有大家赞美之词 甚至将驴肉与某种东方神兽的肉并称 新鲜的驴肉呈现红褐色 富有光泽 肌肉组织结实而富有弹性 《本草干目》中有记载 驴肉性温 具有武器养血 滋阴补肾和力肺等多种功效 驴肉火烧作为家喻户晓的经典美食 新鲜卤制的驴肉配上酥软的火烧 一口咬下去满口留香 卤制的驴皮筋道弹牙 酱香十足 但是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一种更为新颖的吃法 就是用驴肉涮火锅 牛羊肉的火锅再常见不过了 驴肉火锅对我们来说还是头一次尝试 鲜切的驴肉在驴骨汤里停留片刻 颜色慢慢开始出现变化 五六秒之后便可以享用了 肉质不错 口感很好 只是吃了臭月驴 好又甜甜一个 我最喜欢吃这儿的驴血 滑滑嫩嫩的 特别好吃 像我们那儿的豆腐 然后驴血有养颜补气的功效 所以女同志吃得特别好 我每次来都吃都点 她只知道这个驴肉有驴肉火锅 还不知道这个驴肉还可以涮火锅 这个驴肉啊 比牛肉的那些纤维还要细一点 对皮的驴肉这个小打不错 驴肠小打就大 奶山羊体表洁白 温和优异 怕爱干净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爱干净是一种铁性 给羊挤奶 是怎样一种让人兴奋的体验 这么强来的时候 它这个奶就一鼓一鼓的 就出来了 上千只羊 要通过人工挤奶的方式 来完成挤奶工作 效率低还费劲 我们又发现了怎样 高效快捷的秘乃方式 清水河畔 驴肥养乃仙 马上播出 敬请收看 提起内蒙古大草原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 现牛羊 是对这片广袤大地的经典概括 牛羊作为大草原上 响当当的名片 我们今天 不仅能够见到 性情温顺 爱接见人的乌驴 还能见到一群羊 而这群羊 和别的地方的羊 有些区别 这个季节的内蒙古 不同于风吹草地 现牛羊 但是还是非常的开阔 令我心情舒畅 那我面前的这只羊 它真的非常的淡定 一点都不怕人 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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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只羊真的怎么怪 好怪 羊本来就 它也不顶人是吧 这是什么品种的羊 萨能奶山羊 奶山羊性情比较王宋 残内性能比较高 实际处罚死羊 我们现在放养的羊 全部是母羊 萨能奶山羊 具有典型乳用家畜的体型特征 后驱发达 并具有头长 颈长 须干长 四肢长的外性特征 奶山羊 公羊和母羊都长有胡须 它们不分公母 有的长角 有的五角 萨能奶山羊 乳房饱满 均匀 乳腺分不广 产奶性能好 现在 清水河县 养殖萨能奶山羊的农户 越来越多了 平时您每天都要这样放羊吗 每天 每天出来溜打一圈 溜打一圈 也是健身 健身是吧 咱们这个溜打一次 多长时间要放羊 大概也就是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 刘育是清水河县的养羊大户 自己养了一千三百多只奶山羊 在刘育这里 奶山羊是以放牧 加摄氏的方式 进行养殖 奶山羊在外面 有了短暂的运动和锻炼之后 我们就要把它们 赶回眷舍里了 这些奶山羊 好奇心特别的强 我从它们的身边走过 虽然它们会跟人 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我走到哪 它们的目光就跟随到哪 这就叫确认过眼神 遇到对的人 遇到对的羊 可能是对我们的到来 比较好奇和兴奋 奶山羊的头 时刻随着我们的方向摇摆 并给出各种 想要接近人的信号 对于每个生长阶段的 奶山羊 刘玉对它们的特征 以及习性都特别了解 奶山羊的产奶性能良好 刘玉把它们 当宝贝一样养着 从它们的实处形上 都下足了功夫 我们这羊儿现在吃得挺香 我看 这个槽子里都是 些什么饲料味的 主要是分精料跟粗饲料 粗饲料是有青土玉米 木许 然后叶麦草 然后精料就像现在 味着这个豆博 玉米 然后还有微量元素 各种微生物元素 这种合藏的一种 这些优质的四草饲料 营养丰富多样 适口性好 易于消化 为奶山羊的生长 提供更全面健康的营养 有利于奶山羊多产奶 给奶山羊喂养优质饲料 还能够提高养奶的品质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身边有几只 不同生长阶段的奶山羊 由于它们特别的活泼好动 所以需要师傅们的帮忙和陪伴 那么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 这几只不同生长阶段的奶山羊 它们在不同的年龄段的一个状态和样子 那我身边的这只最小最可爱的这只 我告诉你 出生刚刚四五个小时 其实它腿还有点站不稳 而且下面还有臍带 但是摸起来特别的乖 特别的可爱 那我旁边这只呢 大概有15天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 第三只两个月 最后一只大一点的 已经有三个月大了 哇 这些奶山羊都非常的可爱 奶山羊生长速度快 刚刚出生的小羊羔 还在嗷嗷待哺 它必须获得母乳 来让自己快速成长起来 那么这只小羊羔的妈妈在哪里呢 我身后那只有脚的大山羊 那就是它妈妈 它妈妈据说现在整一周岁了 小羊羔在刚出生24小时内 如果吃不到母羊的出乳 就很容易生病 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羊羔 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让母羊自然带养 如果想让母羊多产奶 小羊羔断奶一定要适时 小羊羔出生半个月后 就不得不将母子分开了 给小羊羔喂养少量母乳 开始先增加比较好消化 营养全面的颗粒饲料 然后逐渐增加青柱饲料和青草 这样不仅可以生奶 对它们的身体发育还有好处 在饲养管理得当的情况下 母羊在产后40天就能达到密乳高峰期 一天可以产4-6斤的羊奶 因为流域对奶山羊的饲养管理得当 奶山羊密乳期 一般可以持续8个多月的时间 高羊出生后 如果是公养 一般养到6月0便可以出栏上市 留下来的母羊 10月0后便可以配种 母羊在经历150天的怀孕期后 一般在13到15月0便可以挤奶了 这个奶山羊特别爱干净 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看 这个眷舍里的水槽如果要是脏 还有这个水如果不洁净的话 这个奶山羊是绝对不会过来喝这个水的 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 每天会把这个水槽清洁两次 来保证水槽和水的洁净 这个奶山羊才会过来喝 奶山羊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干净卫生程度 有着非常高的要求 山羊它是约石的时候 就是成造于这个大山里面 通过人工的凶化以后 还保持它的约石的那个爱干净的 它爱干净是一种铁性 它心爱这个稿造的地方 也就是说比较高的地势和改造的地区 这个它的萨能山羊 它那个背毛 背毛比较稀疏 还有这个毛的毛子蜂蜜比较少 不容易挂它们比较扎东西 所以说它就保持它的比较的干净 时刻保持眷舍以及活动区域的干净 对奶山羊的生长有利而无害 对各种疾病的发生也有很好的预防效果 对母羊的乳房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大家对这个挤羊奶一定非常的好奇 那这个羊奶到底要怎么挤呢 今天我非常的幸福 可以亲自体验一下挤羊奶的感觉 那由于这头羊有点认生对我 所以说还有点抵触 需要大哥帮忙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来刘哥教我一下 这挤羊奶怎么挤 方法是什么 挤羊奶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一个人安抚或分散奶山羊的注意力 另外一个人要进行比较专业的操作 两个手 首先你看 两个指头 两个指头 对 抓回来 卡住 对对对 卡住之后呢 对 就这么一挤一挤 对 就可以啊 对 看一下你挤挺简单的 对 不知道我挤什么感觉 是不是大拇指跟食指这么卡住 对对对 然后呢 怎么使力啊 怎么发力 我怎么发不了力啊 你看 这么卡住了吗 对 哦 这么卡完了 你看 我明白了 大拇指和食指捏住山羊的乳房 关键是得利用中指向上的反复推力 便能很轻松将羊奶挤出来 哎 看我挤的这个羊奶 特别的有成就感 那从外观上看它呢 这个奶啊 好像稠稠的 而且还有点黄 闻起来 一点气味都没有 不像大家想象的 有山味啊 而且刚才我手上的这个 也沾了一点羊奶 但是这个奶看上去 就是有点黄 有点稠的感觉 对对对 因为这是下产 产仔不太 时间不太长 哦 就是刚产完仔的羊 这种牧羊生产一周 所产的乳汁 被称为羊出乳 羊出乳略为呈现黄色 属于正常现象 十天之后 奶的颜色便会逐渐接近乳白色 这时候我们有个疑问了 柳玉养了一千三百多只羊 难道都得通过人工挤奶的方式来完成吗 这人工挤奶啊又费劲 效率又低 所以呢 现在我们都有专门挤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叫挤奶站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看看这个挤奶站到底什么样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羊从羊圈里赶到挤奶站去喽 柳玉在自己的养殖基地里设立了专门给奶山羊挤奶的区域 把羊全部赶进挤奶站 是工作人员每天都得做的工作 奶山羊需要全部整齐地站在高台上 挤奶之前要经过一系列的清洗和消毒 挤奶工人给奶山羊带上挤奶器 剩下的挤奶工作就全部靠机器来完成了 刘哥 我发现咱们这个挤奶站都是高台挤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吗 我们专业上叫科老师挤奶站 这种的话人便于操作带着下边 然后正好送手的 你看特别方便 就是便于这个咱们工作人员操作是吗 对工作人员操作是 用专业的机器挤奶 效率就会提高很多 而且更加节省人工成本 观众朋友看到我们面前有很多这种大奶瓶子 就是装奶挤奶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那上面刻度非常的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每次到底能挤多少量的奶 刘哥咱们这个羊一天要挤多少次奶 两次奶的 透明的玻璃容器除了可以方便看到挤奶的容量 也可以更直观监测奶质的情况 奶山羊每天早晚要各挤一次奶 每次挤奶的间隔时间要大于8个小时 一只羊一年可以挤奶600到800千克 那咱们这个一斤鲜羊奶卖多少钱啊 现在差不多4块到5块了 还是挺贵的 差不多 比牛奶贵很多 今年的价格确实高 奶价行情好 当然是养殖户最希望看到的 那这些挤出去的羊奶都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挤到这个容器里边 然后到一个管道 这个上面的管道 直接就打到那个制冷罐里边 这个制冷罐通过一两分钟之内 就把它打到3度到4度左右 就是冷藏调节下保存 刚挤出来的羊奶 温度在37-8摄氏度左右 由于温度过高 羊奶容易变质 所以必须得经过低温处理 先羊奶运送到加工厂 需要经过过滤 净化 除山 杀菌等过程 才能供应市场需求 还是第一次喝羊奶 有一点咸 最重要的是没有星山味 比牛奶奶香味更大 现在羊奶做成的羊奶粉 也更受市场欢迎 人们把羊奶视为 接近母乳的奶品 现在羊奶做成的羊奶粉 也更受市场欢迎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及 羊奶肝温无毒 补寒冷虚伐 润心肺 滞消渴 如今人们还在不断摸索 更加成熟和完善的养殖方式 清水河县的乌驴和奶山羊产业 正在稳中求进 并逐步发展壮大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广天地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关注 如果想了解栏目的更多内容 可以登陆 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感谢关注